D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湯太太, 請你討一討 湯先生當日去世時候的情況 我當日不是跟你說過的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 可以看你的記錄 根據湯太太當日錄的口供 湯先生去世那天 房間只有你一個, 沒其他人嗎? 是啊 當時你還聽到湯先生的心跳機長響 你以為他已經死了 所以才幫他拔這個氧氣閘 是啊, 你再重複問我幾次 我的答案也是一樣的 當時你這麼肯定湯先生沒有呼吸? 還是你想幫湯先生解脫? 所以趁他還有呼吸的時候 你就幫他脫下氧氣閘 你的感覺是什麼意思? 你禁我李先生 你看到他這麼辛苦 你心裡一定會不好受 你很想幫他解脫 於是你趁他還有呼吸的時候 脫下他的氧氣閘 不是, 沒這種事 那這段錄音你又如何解釋? Grace, 我真的很痛 我不知道我還可以撐到什麼時候 如果我真的痛得忍不住 到時候你可不可以幫我解脫? 湯太太, 你認不認得錄音裡的聲音 是誰? 認得, 是我先生 根據紀錄 這段錄音是湯先生臨死前的錄音 而根據湯澤民的口供 湯先生臨死前一直都住在你家裡 湯太太, 你有沒有聽過這段錄音? 湯太太, 你有權保持沉 不需要, 我沒有隱瞞 是呀, 我聽到這段錄音 當時我剛進房間 我聽到我先生拿著錄音筆 說這番話, 他求我答應他 但我拒絕了, 我也沒有這樣做 當時有沒有人在場 可以證明你拒絕李先生的要求? 沒有, 當時只有我一個人 我很愛我先生, 我不會這樣做 好, 我也不做了這麼久 還要出來的 協助調查而已, 也沒約的 出來了 怎麼樣?沒事吧? 沒事, 他們只是問普通的東西 那我們回去吧 你們先回去, 我還有事要跟Philip聊 Tim, 你也跟我來吧 好 那是怎麼樣?不用管我們嗎? 算了, 其實我們也幫不了他 那我會不會有什麼麻煩? 放心吧, 他只是根懲罪做的 因為多謝錄音筆 他們有新的證據 才會叫你回去再問話 湯太太, 你可以放心 因為在錄音裡面 只有湯先生單方面的要求 沒有你的回應 現場也沒有任何人在場 其實警方對你提出的起訴的機會 是不大的 湯太太, 有什麼可以隨時叫我? 早點休息, 我們先走了 好, 謝謝 小姐 找遍房間找了兩次 都不見了腦陰筆 要不要再找一次? 不用了, 突然間不見 一定是被人偷了 看不到哥倫最後的面露心很痛 我可不可以想上哥倫的房間看看 不如讓Wendy在這裡攬截一下 有缺點陪伴她就行了 我和你出去聊一會兒細節吧 一定是湯澤民偷了我 他又怎知道有支錄音筆 還有一段錄音 張姑娘是哥倫的家庭醫生介紹過 他和湯家的一家人很熟 可能我聽哥倫的錄音筆的時候 被他聽到也不聽 什麼事? 貴石, 剛收到通知湯明興業 剛才退出了深水寶的重建計劃 湯澤民, 你和我玩耍? 今年要注意的大致上就是這些 你每個月的月頭揭納一本書 看看那個月有什麼細節要留意就行了 我會的 黃師傅, 我準備了一點心意 一定要收到它 謝謝, 我送你出去 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 隨時再打給我 好, 麻煩你, 何師傅 過兩天我有個朋友在美國回來 他說要上來找你 好 阿嫂, 你今天很鎮定 夠青春了 跟外面的夜靈小妹子有得比 是不是?謝謝你 不過可惜之後我都不可以這樣穿了 剛才何師傅才跟我說 我今年流年是不適合穿成這樣 其實平時我穿得很素色 不過昨天去了湯澤晴的桑禮 整身穿得黑漆漆 我打算今天衝起一下, 穿得更顏色 昨天是湯先生的桑禮嗎? 何師傅, 你是Grace如蓉的風水師 做得你應該知道 他沒找你幫Gordon打課齋嗎? 湯先生是信教的 這方面湯太太不需要我幫忙 難怪他出事了 昨天我看到有警察 說要請他回去協助調查 好像跟Gordon的死有關 公子喬小姐 我們現在懷疑你和湯澤晴先生的死有關 請你跟我們回警察協助調查 謝謝, 我想借一借洗手間 好, 隨便 這裡 這邊, 謝謝 有東西 看來公子喬又會賺一大塊錢來找你 每次有什麼事, 他一定會來找你 別想清楚了, 這次作決什麼 這麼順暢嗎?說有就有 何師傅呢? 先生, 你有沒有預約? 預約了, 她未必肯見我 是不是?何師傅? 奇哥 那好, 上來嗎? 是呀, 接老婆嘛 順便找你聊聊天 老公, 到了嗎?我走了 是呀, 老婆 不如你去那輛車子等我吧 我和何師傅有小小的聊天 好, 那我先走了, 何師傅 慢慢來 再見 再見, 再見 我已經沒有找小子來淋你紅油寫大字 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我知道… 我知道奇哥你一向對我很好 我收到一封了 那支股票一伏牌就勝出了 到時候我就有錢還給你了 好啊, 今天我就放你一馬 我和老婆就會去台灣 過兩天就回家 到時候你還不了那五球 行, 我知道了 你和嫂子去台灣玩得開心點 不用這麼好口了 對了, 聽說你有個老婆和兒子 好之為之, 何師傅 你怎麼會欠我這麼多錢呢? 你不是跟我買一大藍籌嗎? 你這個臭小子, 你學人慘了錢? 我一買一隻股票給他就停牌 有錢就責著, 想放就放不了 好, 你這個臭小子比我還傻嗎? 你不要告訴我老婆知道 就算我肯不告訴你老婆知道 那個閘馬哥過兩天回香港 你還沒錢還的話 家嫂就不一樣知道 快點想辦法怎麼籌錢吧 翁子喬, 趁他這件事未揚之前 我反難為主, 快去找他 說算他官非前身 把他五百萬, 我可以替他翻這個劫 你住寶寶 翁小姐, 湯太太也不叫我一聲 你警察問了這麼久的口供 難怪這麼好火 不過不要上來這裡白血 你畢竟是我的大姑娘 這次上來通知你一聲 明天我以Gordon信託基金管理人的身分 召開大會, 提出撤換這個首席 湯明集團退出深水埗重建計劃 令你公司虧了很多錢 氣得已撤換我 深水埗重建計劃 是Gordon生前最重視的項目 我只是替他完成的意願 不要再用Gordon來打我 你畢竟是我的弟父 我也有必要告訴你 你只是信託基金管理人 其他股東也有說話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何況你身兼信託基金管理人 和你的投資公司的老闆 身分上有利益衝突 其他股東未必聽你的意思 口口聲聲說為了我二哥 你為了我二哥的遺產 你現在涉嫌跟我二哥的死有關 現在連警方也沒有證據負責我 你們憑什麼還沒審先判? 一天到你這天搞瘋搞瘋 我沒有證據 不是, 我肯定說你偷東西 怎麼了? 心虧, 幸好天有眼 讓我找到一支錄音筆 證明Gordon是你殺的 我現在有律師在 你別胡說話, 我告你誹謗 我沒有胡說 當日Gordon死, 只有你在他身邊 不是你抓下他洋氣罩, 還有誰? 我做的所有事 都是跟Gordon的意願去做的 外國有很多地方 家人依照死者的意願幫他解脫 是沒有事的 這是香港, 香港是沒有安樂死的 就算這是Gordon的意願 你也脫不動心 你說什麼? 你不相信嗎? 你可以問問你的律師 香港的確是沒有安樂死 你這樣做就等於謀殺 我做什麼? 你看到嗎? 告訴我, 我什麼都沒做過 如果不是答應Gordon 我真的會懶惰你們 我告訴你, 別弄了小動作 你如果超過我底線的話 我跟你們不客氣 香港的法例是不准安樂死的 不過之前有一宗案件 有兩姐妹因為替患病的親人拔後 所以就被兇謀殺 最後律政司認為 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 撤銷控罪 有沒有牽涉? 你去哪兒? 當Gordon死, 只有你身邊 不是你拉下她的洋氣罩 還有誰? 叫張姑娘叫Gordon, 馬上過來 Gordon, 你要撐住 我叫你爹 Gordon, 應該沒人看見我 小姐, 卓師傅來了 櫻小姐 對了, 你找到什麼事? 我算了你有一個大劫 所以幫你起了一支掛 是嗎?那結果如何? 是縱掛, 你應該會官非前身 是, 你真是準確 Gordon死了, 我可能會惹官非 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這件事看起來好像是小事 但會越積越大 越大就越難解決 這關不容易過 是呀, 我本來這位是小事 但警察一直監視著我 監視著我和訓室 誰都懷疑我跟Gordon死有關 何師傅, 你有什麼方法 替我避掉這個劫子? 這個劫子只可以化, 避是避不到的 你一定要幫我 我不想坐牢 你不用擔心的, 我們難得結緣 我一定會盡力幫你, 沒必有事 那就好了 那我做什麼可以配合你呢? 你什麼都不用做 要做都由我去做 不過這個方法比較邪門 如果我幫你, 不僅會截伏 還有一定危險 那什麼方法? 我要幫你招兵賣罵 幫你開山逼路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幫你養鬼仔 總不只一隻, 是一斑 只要我沒事, 那就行了 這樣做需要多少錢? 你儘管我 五百萬 好, 沒問題 這份DNA報告也是你要我去驗的 驗了你又不看, 看了 你就知道我沒撒謊, 騙你了, 是不是? 好, 遲了也要知道真相了 阿菊, 回來, 收拾一下 收拾什麼報告? 沒什麼 你們倆怎麼這麼尷尬? 你們倆是不是九七人名? 就是這樣又怎麼樣? 關你什麼事? 你真聰明 我去看看他 不用這麼尷尬, 這是喜事 想不到他們發展得這麼快 你先進來 你來遲錯報告了 為什麼? 那Mis可能有錯了 不是吧? 是呀, 我剛剛聽到她說 收拾了一份報告 兩個人還尷尬了 是嗎? 對了, 搞定了 謝謝你 你看照片可以嗎? Mis在, 我們進房間看 對呀, 高度秘密 又做得不錯 過了膠就會保存得好一點 真的謝謝你 你知道, 如果我和Ben拿出去 做不太方便 所以才會麻煩你 明白的, 如果你們倆拿出去 人們就會覺得這麼多年 你們的樣子都沒有變過 一定很奇怪 到時候Ben又要浪費時間 向別人解釋信任的是他爺爺 別管別人以為 對呀, 我第一次見Ben 都以為他是假冊 我這個秘密有責任幫政府保密 你記住不要跟Mis說 當然, 讓他知道更得了 他一定打破沙包吻的毒 我 collaborative 你也兒不想把沒有 vàe shi mau 你不要坐在那裡吧 求求我找到 巧妙 來你的 原來在我的袋子裡 耍人家 原來你真的沒騙我 你是他爺,你真是冷凍人 我早就說了我沒騙你 我對你是真心的 厲害,我真的跟了1945年的男人一起 真的? 慢著 那豈不是跟爺爺和孫子都…這個 你別這樣 我和我孫子是兩個不同的人,對吧? 當然了,爺爺和孫子那個都不是你 你當然沒所謂 那你就當Ben是你的前度 現在是2018年了 你的思想怎麼比我1945年還手教人家 人家很傳統 好,她是我的前輩子 Axel現在男朋友 有件事你一定要答應我 我的身分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特別是一國 為什麼?你們這麼友善? 友善,你知道我的身分這麼特別 萬一被人知道的話,我會很麻煩 你一定要答應我 好,我答應你 乾杯,開飯 棒 你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 究竟報告是有還是沒有? 什麼事都沒有 不過如果我將來跟你3B的話 那他豈不是… 你吃吧 這麼多話說,嚇壞他們倆 雞沒有雞味,讓我嘗嘗 雞沒有雞味,冰鮮雞還是冰鮮雞? 不,我覺得冰鮮也不錯 肉也不粗 對,一點也不差一個新鮮雞 不是所有冷凍的東西都不好 好像有寶寶就是冷凍 冷凍其後的支持者 對了,美劇很好看 你們倆有沒有看過? 我很少看電視劇 我看日劇多 我昨天喜歡港產劇 喝吧,港產劇 喝杯… 小姐,我要替你辭職 好好的幹什麼辭職? 是不是錢的問題? 我可以加你薪金的 不是,不關錢的 是不是覺得我很難服侍? 所以找到另一個護主? 不是,怎麼會呢? 雖然我和你打工不夠一年 但是這一年你對我很好 就像上次我媽媽中風一樣 還是你給我錢 還幫我找醫生替她做手術 我真是很感激你的 你們很小事 那為什麼要去辭職? 因為我媽媽要回內地調養 所以我要去照顧她 既然如此,我也不留你了 我已經找了人替我了 你要不要去見她? 不用了,你替我交代一下就行了 放心 是的,小姐 你真笨蛋 明明家主中治療痛腳 你還要去找醫生替她 當然要去找醫生替她 才會離開 老公,小姐對我有恩 我現在去身邊沒有人的時間離開 我已經過意不去 還想我恩賞仇報嗎? 所以就說你笨蛋了 現在什麼年代呢?說報恩 就像身有屎要著草一樣 現在不離開嗎? 遲下消到埋伏就不能離開了 你怕了我桑家大小姐 所以說你真笨 她倆家賊都不認識我 那桑家大小姐私下找我 我殺得是一次,無法殺到第二次 遲下那些警察召我上庭 我真的沒辦法不說出真相 警察,麻煩你去那邊 你是莫小和小姐? 我們重案組想請你們夫婦 回去協助調查 你好像有事隱瞞我們 我沒有 上次下口供我什麼都說了 沒有 那天在喪禮那裡 我看見你的眼神和現在 是一幕一樣的,不是這麼緊張 再加上你突然間辭職 又這麼急走人,一定身有事 我叫火記跟蹤你 果然讓我聽得到 你和你老公說的話 我不知道,不要逼我 好,你不就繼續護主吧 不過我想 你老公應該沒有你那麼忠心 你跟他說那麼多,就算你不說 我想他也會跟我們合作 到時候我們就會責任你妨礙司法公正 你就可以在監倉繼續跟翁子喬做主寶 不要,我不想坐牢 我說了,不要怪我 湯先生死之前幾天,我在房門口 聽見他說他很辛苦 還求小姐幫他解脫 不好意思 他真是有意一人 你幫我 那湯太太有沒有答應? 有,他有答應 好… 我一直以為小姐不忍心見到湯先生 這樣求他,所以才答應他 誰知道湯先生死了一天 我跟著小姐上房 見到湯先生痛得很辛苦 那時候他還帶著他氧氣窄 我望望他 又不覺得他呼吸有困難 小姐就很緊張 叫我去找張姑娘 當我和張姑娘上去的時候 那部心跳機已經是長響了 當時我看到小姐在找別湯先生 湯先生的氧氣窄已經拉低了 你去找張姑娘到老闆回房 延間隔了多久? 大概三分鐘左右 那就是說 在你來找張姑娘的時候 湯澤晴是沒有呼吸困難 但是在你們再翻水三分鐘裡面 湯澤晴的病況急轉直下 也是的 你好,請問紀委會是誰的? 我是重案做督察何家棟 我想找翁子喬小姐 翁小姐她開動會 請問你們有沒有預約? 這件是拘捕令 總之無論如何 深水保護重建計劃一定會做 我正在問律師 研究我們簽了同意書的約束令 我知道該怎麼做 湯太太,留下重建通知 可警察正在帶來警察,我要拘捕你 馬上幫我叫Philip 好 何師傅,警察正在來抓我 我怕會有事 不用怕,我已經在幫你工作了 我當然怕了 我現在不怕告訴你 我有意思會高低的意思替他解脫 你一定會替我避免這個劫子 如果我沒事的話,我給你一億 康太太,我上來了 翁子喬小姐 我們懷疑你和一宗謀殺案有關 現在不是必要你說 除非你自己想說 但你所說的話 我們會用指不記底 將他再請堂證供 你怎麼說? 翁子喬,挺瘋的 俊夫?你也瘋的 我當然瘋了,我不是一個富婆 我對的 你一個人一救戰,幫我遇上我 好… 陳一靜 翁子喬,你律師來了 邱太太 你怎麼可以說這個?我去變個律師 對了 余大廠,你趕快過來 什麼來的?我要馬上見到他 我給你這麼多錢請你回來幹什麼 我已經是韓師父,我已經是家人 湯太太 幹什麼?不行嗎? 湯太太,警方現在準備對你提出起訴 為免影響他們的手證 他們不會批准你見任何人 他們有權什麼? 在提堂之前,他們是有權這樣做 不過是暫時性的 什麼都說不得,你不想死 湯太太,其實你不用太擔心 余大廠他最擅長打謀殺 和誤殺這些案子 他一宗都沒有輸過 我不讓你殺人,我沒有殺哥哥 我只是不愛他 你為什麼有罪? 我要和我和師父,和我和師父 特別新聞報道 本江天氣罩變 天文台在一個小時內 已經錄得超過三百萬 如果我們先別人 سب連這個,請你來 不要我和你 obst產生 不然就從來 不要我中心 我和你來 喝不下 請你 你以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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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剛剛才發覺夢了 我夢見自己在山巷裡逛逛逛逛逛逛 夢真的很真實, 一點都不像夢 你看, 之前我不是跟你說 我只記得去埋伏搶金的地方 死了很多戰友和我肩膀 但那裡是不見你爺爺和石狗他們的 但在夢裡面, 我去了另一個地方 除了你爺爺之外, 其他人都死了 對了, 會不會這個不是夢, 是我的記憶 是不是我那些忘記的記憶 在夢裡會走出來的? 小哥哥, 夢就是夢, 記憶就是記憶 你怎麼可以混在一起? 更何況你忘記了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逼自己 記得你忘記了的東西? 你說什麼? 我就是叫你不要胡亂想 夢不是真的 可能你不是找到我爺爺 所以你就有所思, 有所夢 那有什麼理由我只夢到石狗他們 夢不到你爺爺呢? 會不會你爺爺還沒死? 你有沒有事? 沒事… 你冒冷汗了 我當然冒冷汗了 剛才我做夢, Mace讓我結婚 我們做男人最重要是有腰骨 我知道你們現在的年輕人很開放 不過這樣, 如果Mace有了你的骨肉 你一定要負責任 行了…好, 睡吧 你看, CHANNEL 我あぁ… 你膜不好… 你我想… 你平凡、空抗死 在熱門口湯寪 你… 我 frankly… 我不是任何年輕人 我來… 你,"… 你… 你不會有什麼 只是比我住… 比我們要住 選榜會有人んで媳美 給你更願意 我們遷到一個招式 我下午後沒有參加 我查American 你在這裡扔什麼話多少? 出來… 出來, 快點出來 我看這裡有空底 就試試泥, 看看能不能種植物 種植物?你成功了 這裡是我阿公的地 誰讓你在這裡種植物? 出來, 快點 你真是生口生臉 你還在阿朱妹的家裡出出入入 你說, 你跟阿朱妹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 我是阿朱妹的男朋友 他回到大陸工作 我幫他看著這間屋子, 幫他餵狗 餵狗餵狗? 古靈正怪 我告訴你, 這裡你也不能種植物 村長… 地政村的人來了 好… 我警告你, 如果你錯我阿公的地 我反過來, 頭也會脫掉 acho you 我找死我, 頭上 shift 很好 還好, 幹什麼你 帶我做生日子 尼 State姿勢 是在這下跑的 走 你想撐我嗎? 我跟你說,我一會兒找不到金 你一會兒也不想知道你做 記不記得那批金藏在哪裡? 七十多年了 我怎麼知道那批金去了哪裡? 你看看,全部都起了樓 孫仔,只要我們找到那批金 以後就有很多世界 你想想,看有沒有什麼記影 我看見你… 一頓金,不要怪我,爺爺 不要… 你跟我說什麼DNA我不懂 但你又流著我們賈家的血 你想什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今天一定是一個人洗好 兩個人睡得不睡,傻瓜 你算怎麼樣?你別亂來 你殺了我們也沒辦法 你是來自1945年的人 你沒了我們怎麼生存? 你失去他的身分,你怎麼會贏黃金? 孫仔,你跟我一模一樣的 我拿了你的身分做2018年的人就行了 你放心,我不會殺了你 你對我還很有用 謝謝你教釋了我這麼多東西 連真正劑也會用 別…別… 是,早安,Ben Sir 早安 想怎麼樣?Sir 想你當我善人 幹什麼?為什麼要我立刻著草? 雙影知道你是我的針 到處找人挖你 雜中教我被MK妹藏動 有藥在那裡讓他被人拘捕 我可以進去那間屋裡刮金 若我刮了那麼久,我連刮到什麼都刮不到 我走啊 我跟你說,我當年為了批金 已經犧牲了很多,我不能回頭 我一定要找到批金 誰會害我,誰會死 別說阿叔不帶錢到你的袋子裡 CID就要補腦,軍裝就要補腿 為什麼? 查案用腦嘛,走必利用腿嘛 我們每一天都要走十幾個小時 所以腳力很重要 喝啤酒?讓我告訴你 有市民報案,歐華到地盤懷疑 有非法入侵,附近有沒有師兄在這裡? 叫電台,PC66369和PC66953 現在在將軍澳的唐賢街 三分鐘就到現場結束了 三分鐘?你知不知道 從這裡到奧華到有多遠嗎? 跑過就可以了 你先走,我隨後到 你覺得這裡陰風陣陣嗎? 當然,這裡是陰地嘛 我特意選這裡,招英靈養鬼仔 別在這裡,幫忙做事吧 揭開蓋子收拾娃娃 那些道具做得挺真實的 真實的,我托朋友在泰國找來的 看他怨氣夠重 你這個臭小子,這次是真的嗎? 作法是假的,道具是真的 你知道我有多少斤兩了 騙人也騙得像樣點 騙得怎麼樣?真棒,一億 一億,這麼容易噎噎嗎? 現在搞一場大農房 好好照顧,算有個交代 先騙著五百萬吧 你們兩個不肖子怎麼辦? 又在這裡騙神騙鬼,騙人錢嗎? 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什麼都聽到了? 我警告過你們了 我叫你們不要再行七答錯 我一定會大意滅親 現在告你們兩個行騙 跟我回警局 別動手 什麼行騙? 五十年代,警察做事是說證據的 你說我們行騙,我們騙誰? 騙誰? 騙誰? 就算我沒有證據告你們行騙 現在告你們涉嫌善闖私人地方 楊凱拘捕你們 善闖私人地方,最多我們就走 最多就走 你那個老奴的,我走開口罩 走走,你那個臭小子 中庭哥,你是不是瘋了? 你不是當警察當個私人線嗎? 你自己人都拘捕 不要喊了,他以前是當警察的 那怎麼辦? 以前的警察很流行用很好的譜 放在心口裡打你心口 不會逼你喝了頭髮碎奶茶 他說是要教訓我們 現在是甚麼年代? 怎麼會不知? 帶這麼多書進來幹什麼? 你不要亂來 虎道不輕宜 我跟你們說過了 做人最重要是有原則 忠誠,就是忠義和誠信 不是忠義,不是你忠義怎樣怎樣 這裡的書全部教你們甚麼叫忠誠 你們不懂就看著他 說夠了沒有? 你一旦就浪漫告我們 一旦就放我們走 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 你還拼了? 不要亂來… 阿哥 幫到你們了,不要妖刀 誰會? 你們的律師 打了一份文件來 說大地的業主批准他們進入現場 那就是我們不覺得他們是私人的地方 他們兩個會有律師? 不,Philip Chan,全是過罪的 Philip Chan是翁小姐的律師 這裡冷氣冷,留一口氣暖肚吧 是呀,暖肚吧 走吧,這麼多熱誠 勤力的警察叔叔回來了? 怎麼了?警局有很多工作嗎? 這麼晚的? 我被大船散了一小時 那個年輕人,他自己壞就好 還要把他爸爸也一起壞 你兒子和你的孫子 關你被人散了什麼事? 他們倆騙了翁子喬 說可以幫他打一顆謀殺罪 還要收人一億 什麼?一億共誇? 就是呀,怎麼這麼無稽的事 都有人相信? 他們倆沒得救了,真是氣死我 桜子喬 赫師傅,教先生來了 怎麼智蠻? 你們都有興趣看樓盤嗎? 我知道翁子喬找你作化 等他可以打贏長官司 還出到一億那麼多 什麼人找我做什麼法事, 給我多少錢 與你無關 如果說我有十成十的把握 可以令翁子喬贏了單官司 而你又代賭了一億, 與我無關 迷失終走盡世間戰場 回憶天真夠無恙 難道我太善良 為誰流淚也沒有獎 時代幻變太快進入光束世界 每萬推開槍景仰天敷地帶 是誰亦全最後勝敗 對天人施針去競猜 令你失敗